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上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是中国最近一系列事情的一个小的方面 它将是不重要的一个小的方面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 邓小平当时说过的就是说 可以说之前的改革开放的40年 就从七几年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 一直都是效率优先 然后但是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是习大大宣布就是完全脱贫了以后 其实上就是说后面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是着重于公平 这个公平是各个领域的 而且就是习近平和之前的几位 就是党的领导核心 它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它非常注重就是思想领域的管理 就相当于思想战线 它就相当于是 它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它和毛主席很接近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非常重视党的建设 它重视党的建设 它也就非常重视精神领域的建设 所以说对于精神领域 就是文艺这一块 就相当于精神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它肯定就是会去 渐渐地进行一个改造 其实这一切的事情 其实就是对于精神领域的一个改造 就之前的三十年 可能就是说在文艺这一块 我们更多的是注重它的一个商业化的运作 更大的更多的是要把文艺这一个市场做大 但是现在就是说做大了以后 发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是相关的调查 也之前是问过的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比如说中国9岁到16岁的年轻人 你去问他 他们最想做的职业就是说 以前最早的时候可能是科学家 可能是医生 可能是解放军 但是基本上最近五年左右 基本上清一色的就是想做直播主 想做网红 想做up主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会影响就是这些年轻人 未来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就中央可能觉得就是 现在的文艺前如果不再进行管理 不再去进行改造的话 那他就是说 因为中国一直认为就是说是少年中国说嘛 少年强则国强 如果说你年轻人的思想领域 你不去对他进行一个很好的引导 那么就相当于未来我们国家路就会走偏 就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小时候他就想去做up主 想去做那种明星 那么他相当于在文化学习和其他体育健身这方面 他可能投入的时间就会比较少 而且从很早之前开始就一直就是说是 娘炮文化什么这些全都是在渐渐的被攻击 所以说这其实上是就是一整套就是连在一起下来的事情 而且就是说像今年其实上你前面说的这几个人 我觉得你赵薇其实上你和另外现在就是郑爽啊 他们这几个人放在一起 我觉得你是把赵薇的问题实在是贬低了 就赵薇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就是说这几个人你说谁最严重肯定是赵薇最严重的 赵薇他涉及很多领域他无论是在就是意识形态领域 还是在那个就是经济领域 还有在就是比如说 其实上说句老实话 赵薇这几个就是这几个艺人被处理的 另外一点就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大陆 我本身也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陆演艺圈 港台资本被边缘化的一个体现 就赵薇其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 中国演艺圈里面港台影响力扛霸子的人物 某种程度上 因为他是他相当于和就是港台联系特别的事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就像环珠格格 像那个金森森雨萌萌 这些都是港台合作的 然后他在整个就是演艺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他跟港台资本的牵连是非常严重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就是说代曆人 他他就是说是会顶住这么多压力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他也要用 这也就是一个原因 这另外一点就是说 就是说是一个相当于是你们八卦的小话题 就是说周杰的问题 前面我看到也有人讲了 就是说其实上在早期 就是港台资本在大陆的演艺圈 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既是相当于是中国整个演艺事业发展的 一个像导师一样的 就是到底你该怎样去做一个现代的电影 其实上或者是怎样进行一个商业的运作 中国人都是不懂的 然后就相当于港台资本的进入之后 中国在渐渐的渐渐的就相当于发展起来 但是同样港台资本的进入导致了整个就是中国演艺圈 它的一个意识形态 以及就是说各种不良文化的转眼或者是扩大 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港台资本的进入导致的 然后而且就是说港台资本在进入以后 其实上次是刻意地打压中国本内地的演员 就相当于中国早期几乎就是说是港台明星之所以到中国 就相当于能够拿那么高的片酬 其实上也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他就是说中国的演艺权 港台资本它有非常大的话语权 所以说像桂伦美啊 还有很多就是说你们台湾和香港的演员到了中国 可以拿到非常好的一个角色 但是可能中国很多老戏骨 它就经常被闲置 或者说是他的片酬是没有跟他们比较媲美的 甚至我们中国本地的一些演员就像早期的周杰 就是周杰的事情在中国最大的知乎的网站上面 曾经有人写过一篇 然后周杰自己也转发的 相当于他完全就是被港台资本给排斥 排斥到最后就是周杰这样子一个演员 他都无法继续演下去 只能够去种地或者说是去从商 他完全是被港台资本逼出去的 然后相当于某种程度上 这一次也是通过行政的手段 去将港台资本从大陆的演艺市场赶走 就相当于去树立一个比较符合 就相当于是中国建设的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堡垒 这也是就是说是最近一系列的动作当中 是慢慢的是在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张哲瀚其实上也很简单 因为说句老实话 因为台湾问题现在日本他的表态非常的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观点 而且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之间潜在的矛盾 就是渐渐的被清晰化或者是明显化 所以说近年来就是说你说一些比如说像800啊 这些片子之所以又被反复的翻拍 这也就相当于是间接的就是中日矛盾 在这种时候像张哲瀚这种事情是肯定是不能容许的 然后赵薇在这方面 他相当于在001年01年的时候也有旭日期的时间 对对 所以说范冰冰被干掉了之后 相当于中国要整治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赵薇 赵薇的无论是他是在经济上的问题 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他都是再加上跟港台牵连过神 和台独港独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当年赵薇还跟李连杰一起去看过达赖 相关的照片相当于后面也被控屏给控下来了 但是我是看到过的 所以说我觉得赵薇能够活到现在 反而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而且他还能逃出去 他现在出去了吗 好像是我看到就是说是已经逃出去了 我怎么我不知道这个不确定 这个在等待消息 我怎么好像看到消息还在 在法国 对 真的在法国 谣言 好了没关系 我们要确认一下那个消息好了 对啊 可能如果说真的逃出去 那就问题很大 反正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上习近平 习大大从上台以后 他其实上一直在 就是我前面说了 他很注重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改造 他其实上一直都在进行改造 他最先改造的是军队 所以说是徐蔡后这批人被他整掉了 然后相当于是军队改造之后 其实上就是 然后就是官员体系 之前其实上就是说几年他一直在反腐 就是官员体系 然后本来如果说不是新冠的话 他下一步要改造的是我们医疗体系 你如果说现在去看的话 他18、19年有大量的医疗体系的相关案件 甚至就是在19年年初的时候 还有比如说是被自己研究生举报的 那个苏大的一个教授 本身是就是相当于是要 整治我们医疗体系 但是因为新冠的过程当中 可能觉得就是整个功力医疗体系 比他想象的要好 所以说就没有动动我们 然后接下来就是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的同时就搞了文教 其他应该是文化教育 文教就一起在弄 那么相当于其实上就是这辈子整治艺人 就是相当于是文教相关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你想听八卦的话呢 我也可以简单讲一些八卦 哎呦来听博士说八卦来说 简单说就是说吴亦凡 就前面有一个人说吴亦凡糞的事情 他说是非常普遍的 反强这个东西呢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为了要避免黄标 那个糞是糞米的糞好不好 好来你们继续 对对对 就是说其实上次就是 就是不仅仅是演员想要玩粉丝 也有粉丝想要玩演员 其实上本身他是有这样子一个市场的 但是吴亦凡他最大的错误 就是说是把那些不想玩他的女的也得玩了 而且他还涉嫌使用就是说三代毒品 就相当于是有点右肩的情节 你说等一下 不想玩他的女的也给玩了 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他这个女孩子 他只是就是喜欢吴亦凡 但他并没有想和他发生人与人的连结 是吴亦凡去强行和别人发生人与人的连结 他们其实上还有专门的一批人去为吴亦凡这种人服务 然后相当于这其实上是他原来就是说是有这样子一个市场 但是相当于吴亦凡他捞过线了 就原来的大家就是说是其实上还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关系 就不是说就是说很多就是说我听他们说是就是很小的明星 他们其实也经常玩 但只是他们就是说是他想玩别人别人也想玩他 类似于这种关系 那么就你情我愿 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吴亦凡就相当于捞过线了 然后其他的话其实上你们想听的一些八卦主要是演绎明星和官员的事情 这些东西存在不存在是存在的 就像上海的和睦家他们每年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种 他们内部有一些小别墅就相当于就是独盾包下来的外面是看不到的 那么去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也就不方便说 哦哦哦这个谢谢博士啊 那个那个你是说就有演艺圈的就是去就对了 哦对对对对和睦家就比如说他们去 呃对吧需要住院长期的你说是些什么事情 就有有些演员可能会长时间的你不知道或者看不到 而且就其实上这种事情像郑爽他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于颠覆三观了 所以说所以说而且就像前面陈老师说的在我们中国其实上法律只是一个底线 嗯我们其实要我们社会更更讲究的是一个道德 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于道德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嗯那就就像之前我为什么说我认为就是小S他应该承担这一部分道德责任 这就是我们中国这个特色的社会对于艺人或者对于这种有一定影响力的人 嗯所先天给予他的一个就是 你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没有做到 那你就是得不配位你不应该去享受这个位置上面所有一些待遇 嗯嗯好OK 所以说就是说这是我我大概就讲这些东西吧 好好好谢谢你哦谢谢那个 博士难得听你说八卦啊谢谢 其实上还有很多八卦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万一就是说就就相当于医生应该要帮病人要保密 嗯对吧然后我们即使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说我怕说了我就不小心说漏嘴 嗯好OKOK没关系就不要说漏嘴对了那个博士既然你既然你上麦了 我个人有一个私人的那个问题想要跟你咨询啊就是请问一下 他现在线上两千多个我问我私人问题不好意思 疫苗的问题对疫苗的问题就是呃我有打高端疫苗 你知道那我想请问一下我打过高端疫苗我还可以在在大陆施打那个国药或科兴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理论上嗯因为因为我觉得高端他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他的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问题 我我打的是二期试验的了所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我是三月打对嗯对所以说其实上你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体内也是有抗体的嗯 那再去打的话其实上也就是一个加长针嘛嗯理论上就是一个加长针我觉得影响应该不大你可以去打但是你如果说真的打 打的话我我推荐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呃因为智飞现在主要是在安徽才有打其他省市打的还比较少嗯然后呢你绝对不要去打康希诺嗯就线病毒的载体疫苗你绝对不要打灭活的话你还可以线病毒不要打灭活就只有国药跟科兴两种吗对不对对国药和科兴康希诺他也有国药科兴的但是就是说你就尽量打北深北深所的北深所的比较好一些嗯嗯 对不对你的情况其实打科兴比较好一点因为科兴他的他的剂量其实上要比北深所的要低一些所以说他刺激没有北深的那么强那既然你已经打过疫苗了你再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加强针你可以打就是剂量稍微轻一点的科兴 科兴的我觉得你打科兴会比较好一点比国药好国药比较强是不是对国药他的那个就是里面他的病毒蛋白的量要比科兴要高所以说刺激会强一些但是如果说对如果说没有打过的话相当于打国药要比较科兴要好一点但是我打过好那那个呃呃呃这边是可以施打的吗就是我打过高端呃你们这边施打疫苗的人是会愿意让我施打的吗 应该是会是这个具体我不清楚因为我和他们那边没有好你这种情况还比较特殊对对我是特殊的如果特殊你你如果说觉得要安全起见你可以跟那个就是将来在APP上面把这个东西给他说清楚或者怎样看他们具体给你怎么样来说好好ok因为要按照具体情况他们每个地方他的那个就政策是不一样的嗯嗯对啊好好ok非常非常 谢谢这个博士啊来帮我咨询我公器私用一下啊好没有没有没有本来就是一个聊天的地方大家就就畅所欲言嘛反正说说这个事情嗯就大致是这样子但是但是我觉得呢就就是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说呃这几年就是相当于把赵薇给弄掉嘛哦你要拉回赵薇啊你说哈哈哈把赵薇弄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相当于是断了和港台资本 所以这种互相仇地的一个通道嗯我觉得是第一种就是说是放对桶战的一种放弃哈哈哈哈哈哈哈又扯到那恭身哈哈哈哈好 Graduate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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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ally大概大概就这样子吧好啊алic太晚了你看他们能不能再建任后再揭一个好吧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这位博士谢谢你谢谢 捷克你居然打了高端 我是参加那个二期试验 然后他解盲他跟我讲我打的是高端 因为我参加试验我不知道我打的是什么 而且我打的时候是 我打的时候今年三月 今年三月台湾根本没有疫情 那我只是想说 台湾没有疫苗 当时也没有疫情 那我就觉得台湾需要疫苗 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疫情 但是总需要疫苗的 也算是帮助 我就想说尽自己一份力 为台湾尽一份力 我就去参加二期试验 那我也不知道我打的是疫苗 还是安慰剂 那那个时候也没有疫情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要打疫苗 当时大家完全没有要打疫苗的需求 但是我觉得我们迟早会需要疫苗 而且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政府 我们试验都要打两剂 那个时候政府也完全没有要买疫苗 三月的时候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讲 那我们就自己做吧 那只能这样 那我就去 然后后来他给我解盲 就是说我打的是高端 那我打了 我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当下我以为我打了三位级 就是这样 那我既然打了高端 我就不知道 我来这边还能不能打那个疫苗 所以我是不知道的 但我来之前 我就已经 他七月底已经跟我解盲了 我就知道 我是打的高端 所以那个 就是 算了 我这个不要提了 就是 这个就不要讲了 好 来我就 我们再接一位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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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